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面试的时候说的 你有在吗 没有 我应该没有 我只记得我对面坐的东方 对 然后那个是真的 我那个时候就不知道为什么 反正就是很喜欢看一些就是比较大众心理嘛 就排行榜会有的书 然后刚好那个时候 因为我国二就第一次选上国手 然后那个时候协会就有请一个老师 就是台梯的老师 他又来讲运动心理学的讲座 所以我就更对心理学很有兴趣 因为我很喜欢极箭嘛 然后又对心理学有兴趣 然后我就觉得 这个东西又可以结合在一起 然后又可以帮助我的话 就是 所以我那个时候 就萌生了这个很有兴趣的想法 然后高中的时候 所以我就想说 好 那我要念心理系这样 对 不过你 你应该算是比较幸运的吧 因为很多人会有这样的想法 但是他最后就是不一定会进心理系 而且就算进了心理系 可能也没有办法真的走上 或者是说不能说没有办法 而是他可能发现他有别的兴趣 所以他做了别的事情 对 就是我一直都觉得 我的这个历程是蛮特别 然后也很幸运 因为我那个时候 我觉得会坚持下去 也是因为说高中那个时候 我是选择比较就是精灵嘛 我就是跟一般学生过着 就是要就是早七 然后到晚五这样子读书 然后我就是放学之后下去 我自己去训练 所以就读书的部分 都是我还有在兼顾 然后 所以对心理学 我的 就是我也会读课外读 高中的时候就会一直在读 而且我那时候高三的时候 就是不是高中都会有 那个小论文比赛吗 然后我就自己 自己跟老师讲说 那我也要写一篇小论文这样子 然后就是那个时候 我就是写运动心理相关的 那我在想 是不是还有一个差别 就是我们 至少我在辅大 这么长的时间 然后接触到体优生 其实多数上大学之后 都没有继续在做他的体育专业 可是你上大学之后 你还是有常常不在嘛 你去国体 你甚至是国手的身份 这个会不会也会是一个 差异的地方 对我觉得这个确实要考量进去 因为说台湾的制度比较像是 高中如果他们是读体育班的话 那其实你体育班的学生 不可能每一个都是冠军 所以就是这一点 我也会觉得说 我自己还蛮幸运的是 可能在国高中的时候 我都是还蛮 有不错的成绩 所以就是这个 当然是有我个人的动机 那加上是说 我周遭的support 也会比较会给 就是比较 有成绩的选手 所以如果高中阶段 他可能从小练了五六七年啊 然后他觉得说 好像他也上不去了 他的成绩上不去 那他就只能 可能就是大学的时候 他就是要转专业 就是可能另辟自己的道路 这样子 然后他也不会放那么多心 在就是体育上 那这也包括说 本来每一个转折 就是可能说你高中升大学 就是他是一个转折点 所以不是每个选手 他都会选择说 要继续下去 当然说也有成绩好的选手 他可能没有练这样子 对 那你自己在过程中 因为你大学的 至少前三年 其实多数的时候 都是在国学中心 那你其实不太能 怎么说 真的去区别说 这个你对哪一种心理学 有兴趣还是其实也有机会 在那边老师的上课 区别 我觉得那个时候 刚刚好也是因为 我觉得国训那边 其实因为他们大部分 他们也没有收过心理系的学生 所以他们还蛮认证帮我找老师的 所以就是我比较有 一对一的志愿 所以我可以 我就是等于说 我在那边就是一对一跟老师上课 所以我就是想到什么 反正就问老师什么嘛 然后每个老师 他可能自己的专业也不一样 所以就是他们也会 给我一些其他的建议 这样子 对 那我要讲一个很尴尬的 你也知道 因为景万曾经有要修一门课 是我们在教心理学实验软体的 然后那个时候 实验法 不是软体 不是不是是软体 不是实验法 真的 是eprime 然后那个老师 受课的老师 还就是很慎重的写一封信 问我说 那我用的是这个软体 他用的是另一个 可不可以教那一个 然后那时候我非常的无礼 我就说 这个学生我从来没办法给他分数 所以老师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吧 然后那个老师很深 他就有点担心 就说到底在国训 透过国训教是什么一回事 他就去问清楚了 然后你也很紧张嘛 所以你后来回来 我们就有聊了这件事情 对 那当然这是一个小小的误会 那我相信在那边 有另外的不同的学习氛围 你自己大四的时候 比较回来系上上课 你应该可以看出 有一些些不同的地方 对啊对啊 但是就是没有办法 那个时候 我就是如果说我选择 我比较是放比较多的时间 在极简上 我就是只能有所取舍 就是上课就真的很孤独啊 因为你跟老师一对一 然后重点是我每次上课 就三个小时以上 对 这样也不能打混 对啊我不能打混 所以我还是有很努力 在兼顾我的学业 可是你那个时候 就会觉得 要做这样运动心理相关吗 还是说你会比较想 真的就是单纯 当一个智商心理师 我大学的时候 当我就是更坚定 我觉得说我要继续走 心理这条路 其实我第一个念头 是我很想要 再去考智商所 嗯 就是当智商心理师 这样子 对 就是因为运动心理 咨询老师的那个证 他比较好取得嘛 嗯 对 就是他是硕士毕业 然后你做运动心理相关的 论文研究就好 然后那个时候 也是因为我在国训 运到了一个 运动心理咨询老师 然后他也是我现在的督导 嗯 然后我非常喜欢他的 方式 对 然后他自己也是有 智商的背景 就是我觉得他跟其他的 运动心理咨询老师 不太一样 对 然后所以我就觉得说 我很想要多一个智商的背景 就感觉比较可以就是 真正的帮助到选手啦 嗯 对 可是你目前还没有走上这条路 对啊 因为我后来就觉得 我还是要去 我不要关在小房间 老师你之前有讲过 我之前要出国前 你不就说 说你不要去念智商所啦 你 快三四年 你都出国回来 拿一个硕士 你还要去念智商所 你看 现在的脸 但是这是我讲啊 你不一定要听啊 对不对 我那个时候 我还是觉得说 我要去考智商 我这个念头是 我去英国几个月之后 我才 真的完全改变 因为我 不然是我那时候 刚去英国前 我是真的觉得说 好反正我就念完 我就回来台湾 然后我继续考智商所 嗯 对 那发生了什么改变 发生了什么改变 就是 我出国后 我 因为我念的其实 它是performance psychology嘛 那 它 不仅讲的是 可能我过去大学 高中只听到的 一些运动心理技巧 比如说我们很常说的是 那个mental skill 它可能还是比较有 嗯 去讲到说 比如说团队动力啊 然后 呃 你的人才发展环境 就是比较是跟 整个大环境交互的一些 关系的理论 然后我就觉得 哦 这个更有趣了 尤其因为就是 呃 在福星当然也是说 我们又是在社会科学院 其实我们 读到很多就是比较 呃 嗯 就像我们会有社会学嘛 然后我其实自己也很喜欢 就是 呃 社会学的一些理论 然后所以我后来就觉得说 呃 我好像也是可以就是 不要只用在 关在小房间的房子吗 这样讲好奇怪 但是就是因为 智商师的话 他当然真是就像老师说的 他的 我还要再花个三四年 嗯 然后全职实习一年 然后我可能 我其实也只能在就是合法的机构 去做智商 因为像是运动心理执行老师的工作 是你一定要去水队 你要去看比赛 所以那个东西也 你也不能说智商 所以其实就是 就是当然说这些法案都还是有待要 可能 之后都会慢慢去改变 嗯 然后反正就是 我后来就觉得说 哦 其实我好像不用去念智商所 也没有关系 对 那可是那在 如果你是英国人 你在英国念了 这个表现心理学硕士之后 大家通常的那个职业发展 会是到什么样的地方 嗯 其实很多 大部分还是都是会做运动心理师 就是 如果他们就会说 Performance Psychologist 或者是就是有些美国同学 就是会去考那个美国的 那个CMPC嘛 就是Mental Mental Consultant Mental Performance Consultant CMPC 对 嗯 我有点忘记 我不知道啊 Satis Precmental Performance Consultant 对对对对 OK 这个这个 然后 其实有大部分的人 他们也会去做认识 对 因为其实我们 很多上课的例子会提到 公司 在企业里面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 我觉得说 我去英国 我觉得还蛮好的一点是 我听到了更多 把运动心理学这个理论 放到不同领域上 就比如说我们军事有讲 然后还有一个比较特别是 医院的啊 就急诊室啊 这样子 然后英国他们那边 其实他们也都是 确实是有在做这样的事情 就是可能医院会 找一些这个 Performance Psychologist 会去协助他们 对 那台湾我还没有听说过 嗯 那你现在是在 就是要去 training for那个 运动心理的 资 资商吗 还是 资讯 资讯 好 运动心理资讯 我那个那个证 其实就是叫运动心理 资讯老师 资讯老师 对对对 那这个资讯老师 做什么事情 呃 就像是我 我前两个礼拜 诶 上个月还是这个月 反正我在高雄 两个礼拜 然后就是 比较 我觉得这个也是跟你 每一个运动的特性 很不一样 然后还要取决 你是个人 还是团体运动 嗯 然后我一开始 想说选团体运动 原因是我自己 是个人运动嘛 所以我比较希望 去肯定 可能去再学习更多 呃 他们团队运动 会有什么样的特性 或是他们的结构 跟组织 他们的动力之类的 然后我去那边 就可能就是 两个 起初我一定先观察嘛 观察就是说 呃这个 这个队伍 他们现在可能的优势 啊或者是 呃他们可以 改进的地方 是什么 然后也包括说 我自己 也会融入 可能之前我自己 毕业论文的一些 理论嘛 去去试试看 可不可以就是看见说 哦这个队伍跟 整个组织 就是 比如说他们的 呃投资人 然后是整个球团 然后会有什么影响 之类的 嗯 对 那 呃 像是我 观察之后 我可能会觉得说 啊 比如说 我觉得这个 可能这个团队 比较是有沟通上落差 因为他们是有 外籍教练嘛 嗯 所以就会觉得说 哦 那我要 可能设计 什么样的 呃 课程 讲课程有点怪 但是我觉得 我不是以一个 教育者的 呃 位置去 跟他们合作 我觉得 其实我某种角度上 我也是去学习的 因为 这跟我自己 呃 想要就是 做运动心理的 运动心理 我自己的哲学 观有 有关啦 就是我觉得说 他们其实是有 能力可以自己去解决 我不用 一直去教他们什么 所以就是 比较是 呃 我可能现在会做的事情 就是 团队邻居力 或团队沟通 然后 还有 leadership 就是领导力的 一些相关的 呃 设计课程这样子 嗯 那可是现在在台湾的 这种运动环境底下 呃 那个 比方说教练好了 他是怎么样看你 这样的一个角色 他是 会 尊重你的意见呢 还是 他觉得 你是来乱的 或者是 嗯 我不知道会是什么样子 这个我觉得 也是很看的 像我 遇到的这个教练 他是日本教练 然后他 他其实他自己有修过一些运动心理学 所以他其实是蛮open的 嗯 然后也给我蛮大的自由度 那如果像老师你说 会比较排斥的 也有 就是也有 但是我觉得我也蛮幸运 到目前为止 呃 就我 可能自己 极见上带我的教练 他们其实也都不排斥这些 但是大家的理解程度 是确实会 不知道你想要干嘛 跟你在干嘛 所以你需要花时间 去跟他们解释 也 就是也需要去 就是 顾及教练的位置 就是 你来这个 就是你在团队角色 比较不像是教练角色 就是 你更像是 就是 第三人 嗯 嗯 对 那现在台湾一般的 职业的球队 或者是什么样子 通常会配一个 这样子 运动 心理咨询 有钱的职业运动 哈哈哈哈 好 有钱 对 因为其实 说实话 嗯 就是 对啊 你就是真的要有钱 你一般高中 国中的体育班 你应该是 看不到运动心思 除非是 我比较知道 是像是 台北市新北市 他们现在有可能 都有运科团队 所以你有些学校 你可以去申请 嗯 就运科的资源补助 这样子 那我觉得这个东西 会越来越好 原因就像是 比如说你十年前 你去看体育班 其实他们 根本连防护员都没有 但你现在去看 每个体育班 至少 他们都会有防护员 对 所以 当大家越来越重视 因为我们其实算是 运动科学的一块嘛 所以 当大家越来越重视 运动科学的时候 比如说 他们一开始会 比较重视的时候 物理指导师啊 或者是防护员 那下一步可能就是 营养或运动心理 嗯 对 然后就是让这个 可以给选手的资源 越来越多 这样子 可是如果照你说的 现在在台湾 你要成为一个运动 这个 咨询师 你其实 很像 不用上太多 专业的课 呃 还是 应该是说 我觉得 理论课 都会上到 但是就是 实践经验 会 个体差异会很大 嗯 对 然后就是 比较不会像是说 你今天考资商 心理师 你一定会 就是有受过 三年完整的 对啊 比较是 顶多是不同学派嘛 对不对 但是运动心理的话 呃 像是 你是 只要硕士 然后写运动心理 相关论文 就可以 去 申请那个课程 所以他的预设 可能是 你既然写了一个 这个论文 你应该有修过一些 相关的课程 对 然后就是你 至少对你 做的那个论文 可能一个领域 有了解 嗯 对 但是不能保证说 你对全部的 呃 东西 就比如说像是 呃 你考资商说 你一定会读 智商理论 你就算你是走 比如说你走 精神分析学派 但是你还是 会对每一个理论都 大概知道 嗯 那就你自己的了解 那个多数在 呃 不管是像你一样 在实习过程中 或者是 已经真的是成为一个 呃 运动咨询的 这样的一个角色 他们有比较 多大的比例是 本身曾经是 运动员 我知道的 认识的 有 诶 如果说是 比较是 顶尖的 运动员 我的顶尖是指 国手 对国手 比较 当然相对来说 比较少 但是呃 大家的共同点 都是呃 很喜欢 很喜欢运动 平常有在 关注运动的 跟他自己有 本身有在 做运动的 对 嗯 那这个 这个市场 目前状况好吗 在台湾 就业市场 呃 就业市场 就是比较稳定 有开缺 这当然就是 国训中心嘛 嗯 那呃 心智的部分呢 就是 可以不用那么具体 哈哈哈哈 我跟你说 机会多吗 应该这样问 呃 我觉得这个 机会多吗 就是 看个人造化 哈哈 对 我觉得这就是 你看你个人的冷漫 因为 如果像是 你看我在体育圈 我其实就是在体育圈 借比较多朋友 其实我很好 可能 去找一些机会 嗯 对 但是如果你今天 不是在体育圈 你可能是 别的圈子 要去找机会 你可能就是要 再花更多的心力 对 嗯 而且因为我本身是 我自己就是选手身份嘛 所以其实我觉得 我在跟教练 跟选手沟通的时候 这个这点是 一直有在帮我加分的 嗯 可是他们不会觉得说 哎 你那个极箭 都是个人运动啊 你懂吗 团体运动 这个 目前还没有遇到 哈哈哈哈 就是我也是 就是不要 就是有些陷入为主啊 就是 反正我就是 对啊 就是也是抱着 就是我在当下 然后好好听这个人讲 然后好好跟这个人 就是 讲话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了嘛 对 你会有感觉 那你自己对未来 是什么样的想象啊 对于未来 先不用说 你还要继续念书的事情 哦 OK 好 就是反正我自己 就是一直都觉得说 我就还蛮想要 就是当这种自由接战者 就我对于这种事情 我还蛮喜欢的 然后 我可以去接触不同的人 就当然我也不局限 我其实也不局限运动 那只是说 现在当然说 运动领域 是我比较熟悉的 对 然后我现在就是 小事身手这样子 嗯 然后 我觉得就是 呃 对啊 自由接案 嗯 然后合作行事 其实都很弹性 我当然自己会有一个 呃 可能一开始的框架 不过但是 如果要讨论 我都可以 对 我都很弹性 可是这样子 会不会比较 就是不稳定 如果你跟着 比方说你去国训中心 有一个 这个全职的job 哦对啊 当然啊 可是这个东西 就是我很清楚 所以反正我如果要 选择这样子的话 我就是要承受那个 不稳定的不安全感 然后我自己觉得 我还蛮 嗯 不会有这方面的问题 就是我还蛮习惯 不稳定的 因为我就是 从以前到现在 都到处跑啊 然后 一次做很多事情 所以我就觉得 还好 对啊 因为 如果我真的要选择 一个稳定的工作的话 嗯 就相对的 我可能就是 被 可能就是要过得 很规律的生活 然后遇到的人 都会比较像 对 但是我觉得 就是各有利弊啊 有些人喜欢啊 有些人就是觉得 对 所以我自己是 我觉得 我自己都还蛮确定 我是 不想 要有一个很稳定的 嗯 就是不想要每天 都很像这样子 对 而且因为我自己就 如果说这几年的话 我自己就还想要练剑嘛 所以就还要 算到这个时间 我自己训练的时间 嗯 那你那时候 有考虑要留在英国工作吗 那时候 就刚毕业的时候 刚毕业的时候 诶 刚毕业的时候 我那个时候 想法我不是跟你说 要去考博士 别人不知道啊 哦 对 哦 对 反正我那个时候 也没有想要留在那边 工作 嗯 对 因为 我 还想要练剑 所以如果我 如果要工作的话 我就不能练剑 而且 各位观众 英国真的很难找工作 而且 现在什么都长 嗯 对 而且因为我们 像我们这个领域 其实 我那个时候也是有工作的啦 就是 呃 有工作的offer 因为 我就跟 我的教练很好嘛 嗯 跟我们学校的一些 就是我们学校的那个体育联盟 就 也蛮还不错 他们就说 诶 如果我继续留下来的话 其实也可以 就是让我尝试 在 学校的那个运动心理团队工作 这样子 对啊 可是你没有接受 对 没错 哈哈 因为我那个时候 第一个想法是觉得要去念博士 换一个地方 对 念博士 嗯 那我们要吐槽你们还是不要 你说念博士吗 不是啊 但是 你们又要再回去 那个学校 再念另外一个硕士啦 可是我刚 哈哈哈哈 好好笑 等一下我决心不要讲这 未来一两年 因为我 我最近变动都超多 然后反正就是我在 寻找各个机会 反正就是 现在确定的就是 我未来两三年 我还是会想要在 打劫 对 国外一边打劫 然后读书 那是哪一边 就是这个就有点像是 还没 还没那个 拿到offer 我钱我都先不要讲 哈哈哈哈 哦 好好 但是对啦 我原本一开始是想说 要回去那个爱丁堡 念运动政策 但其实那个offer也 对啊 那个其实是蛮确定 可以拿到的 而且你可以extend嘛 就是说 对其实他们行政效率太慢了 所以还没有给我 哦 已经四个月了 嗯 对 不会太意外了 对 但是就是这个东西 是教练跟那个学校那边 他们都知道 所以就是 对 但 他现在不是我唯一的选项 OK 嗯 那可是这样子 呃 我没有要说你老 但是运动员都有一个 你记得高峰吗 所以你觉得你还有 还有几年的时间 就是差不多两三年啊 嗯 没有 其实我真的觉得 如果你在一个很 发展很好的一个 环境下 其实你打到三十几岁都没问题 你看那些网球选手 而且 可是我觉得 每种运动不一样吧 没有没有 极限可以到三十几岁 因为就我们 也不是那么吃 专吃体能 就是 有些人他可能 就速度很慢 然后在那边慢慢走 可是他就是 你就是打不到他 然后他就是可以打得到你啊 他就是聪明啊 对啊 我好振奋的心哦 对所以就很好玩啦 所以就是很多人 很多欧洲选手 他们其实三十几岁都还在打 嗯 那当然是说他们有薪水 那 我自己会觉得说 剩两三年的原因是因为 我们打电视没有薪水的呀 我比赛也没有钱 这几个比赛有 可能补助这样子 对 然后我就是一直在烧光 我自己过去的 奖金 积蓄 然后又不去拿个奥运金牌 让我可以被采访 烦呗 老师觉得好像奥运金牌 每个人都可以拿到一样 就觉得啊 很像 就是感觉很厉害 应该都可以 那 因为有一些体优生 可能他也想念心理学嘛 然后你会给他们什么 剪 用什么样的心情来去 就是来做一个区别 觉得自己是不是 就是要来念心理学这样子 因为我觉得很多人他 呃 就是说高中生可能都想当运动心理师 当智商心理师嘛 然后很多体优生想当念心理系 就是想要当这个运动 呃 咨询这样子 对 那你你会建议他们 要这样想吗 还是说其实 呃 念心理学来 对你来说 或者是你你现在已经走过这一圈了嘛 你自己觉得 到底心理学带给别人的是什么 然后呃 体优生可以 可以用什么样的一个心情或角度来去 呃 决定 所以我要不要做这件事情 怎么决定哦 哈 诶我超级不喜欢给别人建议的 我觉得他如果大家想就 就是就来啊 就是来了就会知道啊 就而且我觉得就是 反正就是我觉得就是 在国外这一年之后 我就生就是一个 我觉得我没有那么就是 觉得说一定要 怎样怎样怎样 嗯 对 所以我觉得 呃 就算你来念心理系 你觉得不喜欢 那也OK 没关系 嗯 我觉得他一定会留下什么东西给你 对 就很确定的是你 你来念心理系 他一定会留下什么东西给你 那如果是 只对我自己来说的话 我觉得对我最大帮助是 呃 我 比较就是 就是在跟人可能交谈的时候 或者在合作的时候 比较不会去 有那种比较二元的想法 就是不会觉得说 哦 这个是对的 嗯 或错的 或是怎么样 就是嗯 比较可以看到 这个人的全貌吗 但也不一定看得到啦 反正就是因为我还 就很菜嘛 很年轻 就是 对 就没有那么 呃 什么一定的想法 嗯 就比较 包容一点 就是 对啊 对啊 就很弹线包 然后 呃 就是不管这个人 他是什么样的背景 我就是 可能就是 也会知道说 哦 我自己一定要先听他讲 就我不要 我可能就算有预设的话 也先忍住不要讲 先听他讲 就是真的要听别人讲 这件事情 我觉得真的很重要 因为我觉得 就我过去也会很多 有那种 就是可能大学之前 都会有很多 很奇怪 现在想起来都很奇怪 就很 很多先入为主的想法 嗯 或是一些刻板影响 你真的可以忍耐吗 我觉得你也是很容易 按耐不住的人啊 没有 那是因为你跟我 我跟你又 是 可以直话直说 哦 哦 那我可以 我可以啦 嗯 那那你现在 接下来 你的实习算完成了吗 那没有 我就正在啊 正在 然后我之后也会 就是我自己会想要 有一些 我自己的公益计划 这样子 嗯 因为我第一是我想要 我后来就回来台湾 其实发现就是 我身边的人 问我在 读什么 跟我到底 可以做什么 其实大家还是会 有 很大 不了解 对对对 不了解 或者是他们可能就是 对运动心理的了解 就是 哦 所以你那个选手紧张的话 那你可以跟我 赶快跟我教一点 技巧 让他们不要紧张吗 我说 结果 哎 我觉得还会 很好笑的梗 就是 你以前人家会觉得 你是算明系 然后现在人家觉得 你可以帮选手安抚他们 这样子 对啊 这还蛮好笑的 对 所以就是 但我自己的哲学 是我也不会觉得说 你有什么技巧 一定可以完全消除你的紧张 就紧张就 就在那边吗 就是你可以 就是要跟他共存 这样子 讲跟没讲一样啊 不是啦 所以这是我跟你 你讲这一句 这没有上下的脉络 当然是说我要有 上上一个脉络 去跟人家解释 只是因为每个人都这样问我 我这样每个人都要花很多时间 跟他讲 很累嘛 所以 然后而且因为 也包括就是像我 可能研究所跟大学 都是靠着很多的 可能奖学金这样子 就 每次写奖学金申请的时候 我都说 之后都会写 说我要 回馈社会 对 我空间所学 回馈社会 然后现在就刚好就是 在台湾 然后我自己的事情 比较就是 也蛮晚的话 就是我就会想要说 可能会有一个公益的 运动心理的讲座 然后 就是 可能就看谁要来申请 我就 也飞去 对 应该会有吧 就是特别像很多 有体育班的学校 所以这个听Pakas人才知道 这是一个Pakas人才 但对 而且我现在说 就表示我真的会做 所以就是 对 等一下那个 没有做的话 就来这个Pakas 骂我这样子 真的是骂到我 然后就会 把这个讯息都转给你 不是 Mandy做事情 有时候就 像她的IG 很久 说要更新 然后又 好久没有更新了 我最近很忙 而且因为我每次写 那IG 我都会 我会蛮焦虑 在说 我想要 因为我知道 大家对于可能这个东西 比较不太了解 所以我一直会很 斟酌 我到底要怎么用词 跟我要怎么诠释这个东西 然后后来发现那个 太累了 太让我内耗 我就后来 不要那么长根好了 不要那么长根性 这是几个月一根了吧 没有那么夸张啦 不是 我觉得 你可以一开始不要考虑那么多 反正就是多尝试 你大概就会拿捏到那个 适合的 对对对 那个做法 好 反正就是对 有这个想法啦 就是推广一下 就是运动性 嗯 因为 其实就像是跟我同期 或者是我认识的运动心理老师 他们 其实都很认真 然后他们很有 在这个 领域还蛮有乐成 想要就是 可以就跟运动员合作这样子 嗯 所以你自己 又不能问这一两年 那 讲远一点好了 你有什么样的梦想 梦想 就是除了打剑梦想以外 哦 我现在的最 我现在的新 比较新的梦想是 我想要在那个 国际的体育组织工作 嗯 嗯 然后 这个有什么样 想要做的事吗 有什么想要做的事 对啊 因为就是 我在英国 打剑的这一年 比较是像是我 因为我过去其实也很多的 国际赛经验 跟一地训练经验嘛 那那个东西很不一样的是 你去一定信任跟国际赛 比较像是 哦 大家每个国家派 可能就是 比较强的巡逃到出来 然后大家 嗯 练习比赛 其实你不会有太多 生活 你不会进入他们的生活 但是因为我在英国是 比较是进入他们的生活 那我就发现 其实大家真的对于 我从哪里来这件事情 就是很 就是很 一知半解 就是 我那时候就很 我就觉得 啊 就是天哪 尤其是在体育里面 我不知道体育里面 到底出了什么事情 就是大家对于那种文化 跟性别的意识 就是非常的低落 嗯 所以就是导致我每次 可能 尤其因为我们比赛 是梅花嘛 不是那个国际 然后 哦 后面写的是 是梅花吗 不是梅花吧 就是 我是说那个 比如说我们国家代表 是梅花啊 哦 是吗 我们叫他梅花啦 哦 对对对 是梅花吗 对 老师就要来提依我 对 然后 反正我就还要 就跟他们解释说 哦 我是台湾来这样 但我 represent Chinese台北 然后我 speak 呃 Chinese 但我有时候会说 Mandarin啊 就是 以防他们会觉得说 呃 我是 就是 可能是 台湾就是中国这样 也 就是有一点政治的因素 那你现在说 I speak Taiwanese 可是 对 你会讲吗 我不会speak Taiwanese 对啊 所以 这是something you need to improve 所以这个就是导致 我觉得说 其实台湾 很多的运动选手 他们非常非常的 厉害 但是 呃 不知道为什么 台湾这个地方也 就是当然说 我觉得可能也是 我不知道啊 英国的关系 因为至少我认识的美国人 他们其实对台湾的情况 非常的了解 然后我就觉得 反正如果以我 我这个人 然后 去到了国际 运动组织 然后我如果 也刚好是台湾人 就是这样不是很好吗 像不是每个企业 跟国际组织 都在强调 你的那个 diversity 对 然后如果我就觉得说 如果我可以 就是 呃 进入一个 比较是跨国合作的团队 然后 去 讲一些 呃 我从哪里来 嗯 这样的事情 然后我觉得 大家在 执行 上 也会比较有这个 文化的意思吧 我们觉得 有点私心感 呃 我以为你要为了 更大的 就是 怎么讲 为了 呃 国际的 国际的体育赛事 还那个 没有啊 这个就是 这个 这个不大吗 这很难耶 这很难啊 可是这感觉是为了 这一块土地嘛 哦 这个 就是 为了这块土地 再为了就是 大家就是 比如说 哦 还有另外一个 可是你这样讲 都是实现啊 另外一个原因 就比如说 像是 呃 我自己就是很很 很care 性别的这个理题嘛 我大学那个时候 也是在那个 同志乐县 嗯 当那个 界限营工 然后 我也会觉得说 比如说你在运动的场域 你会看到其实 呃 比如说 同志运动员 他们的处境 其实还是 嗯 怎么讲 比如说 我问老师 你知道有任何 足球出柜的球员吗 好像有吧 但是我都讲不出 运动员的名字啊 算了 现在我是打棒球 所以我勉强知道 大股强品 那其他我都不知道啊 对反正就是 就是那个体育的场域 还是有很 阳刚那种 富群的那种气质 所以 就是同时 我也会希望说 哦 我可能 我当然不是说 专门做性别研究 或者是读一些社会学 但是 至少 有 这样的意思的话 那在 国际运动组织工作的时候 我也希望 就是真的是可以 创造一个 真的 真正的 就是 共融的一个环境 因为 比如说 你像是国际 国际奥会一直在 提倡这些事情 当然不止国际奥会 任何的国际运动组 国际组织都在提倡 然后甚至 他们今年 老师你知道 像是巴黎奥运 是第一次达到 选手的参赛人数的 性别平等 就是5050 这样子 对 可是 对我来说 但只是数据上的平等 其实背后很多现象 你还是 没有看见 那当然说 我们可以一起庆祝说 哦 终于 性别平等 可是 也要想说 那过去到底是 花了多少个时间 才有这个性别平等 而且 像是男女同工不同酬 这个问题也 一直存在 嗯 好 有感受到 有伟大的梦想 这个很大的梦想吧 对 没错 好不然哦 那 那你 就是 你觉得 但是 我觉得你只真的 上了一年的心理戏啊 这是我的 我的偏见 我认真在上课 我知道 我知道你还认真 那你觉得 心理学在你 现在走的路 以及你觉得 未来走的路 他带给你什么 我刚才好像就 有讲到一点点 就是 对 就是我觉得 嗯 我现在 我现在都会告诉我自己啊 反正就是 遇到一个新的认识 你就好好看着他眼睛 然后听他的讲话 听他讲话 然后或者是 呃 可能你会发现 有些 有时候你跟这个人 价值观不一致的时候 你就是 呃 也听一下 这个价值观 嗯 为什么 他的背后到底是什么 就是 我觉得比较是会好奇 背后到底是什么 就比如说 因为他你刚刚讲到是跟工作 呃 跟我的 现在生活有什么影响 就比如说 我今天如果有合作一个 运动员 然后 他来 说他真的 他来认识 他说他真的很累 然后 呃 可能就是 我不知道 如果老师 你听到这样 那你要怎么协助他 很尴尬 他很累 我可能就让他多休息 哈哈 好啦 反正就是 可能有些 就是 之前上课嘛 有些就会讨论嘛 有些人做法 可能会是说 哦 他很累 那他今天一定专注力会 就更 更不集中嘛 嗯 那 可是我们训练就是 需要高度专注 等一下 干嘛啦 我给了一个 你没有想过的答案 不是 我是想说 这 这没有 雷好 没关系 但是也很不重用啊 你怎么跟这样 他 他就累啊 我当然拉休息啊 其实也有关系 没关系 你让我继续讲完 就是 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 好 那我们就是 呃 我可能 跟他一起 就是来配合一下 就是让他怎么提升 专注力嘛 就 我说他的累比 也不是只有今天 他可能是长期的 疲倦 那 可是我就会 可能就是会想要 好奇的问他说 也不是问他 就是间接的 可能让他知道说 所以你很累 可是你现在 还出现在的训练场 所以呢 就是 那表示 嗯 不是已经很好了吗 就是 嗯 那其实我 他听到这样子的话 就 他自己又好像 又有那个动力 可以继续再做 所以这跟老师 刚才回应到说 多休息也有相关 你看 有些人会学多休息 可是你不会 你觉得累了 你没有多休息 你还是来了 对 嗯 我刚刚在等 你怎么把他接回来 你看他接回来 这很好吧 很好 好 了不起 了不起 好富有 好啦 那那接下来 想要问你 就是说 如果 撇开体幼生 啦 就是 如果你家里 有晚辈 亲戚跟你说 那个 李曼 我想要练心理系 你会 给他什么建议 老师有给我 那个仿干吗 所以我 仿干 对 我暗暗不分 就是我前一天的时候 我就在想 然后我原本第一个想到 我是耐心 但我后来觉得 这有点不对 我第一个想到耐心 原因是因为 就是 我觉得 如果真的要来念信息 它是有一个很 很长的过程 嗯 当然不只是说 你毕业之后就 就你觉得 全部都学会了 没有 就是 你毕业之后 反而你会更 到底我这事 你在干什么 这种 因为你得到的东西 都是非常抽象的 对 除了一个很贵的文凭以外 没有 不会获得 不是不是 不会获得什么 就是你 获得什么 是你要自己去发现的 所以我后来就觉得 这个耐心好像不太好 应该是说 好奇 就是 你 当你在抱着好奇的时候 好奇 一颗好奇心的时候 你在做 可能你 大学这四年的学习 你其实会感到很 困惑 或者是很迷惘 或者不知道你自己 到底在学什么的时候 你可能好奇一下 其他的事情 你好像你就是 又不会让那种 很迷惘的心情 太重吗 我不知道 这是我个人的想法 就是 大家可能会有 不一样的想法 我想到那一天有 我们就是 办那个电影活动嘛 就有高中生问说 什么样的人 适合念心理系 然后那时候 我大概讲几件事 第一个我觉得 你一定要对人有兴趣 然后再来就是 我觉得你应该要 能够怎么讲 能够接受 很多的不明确 就是uncertainty 因为 对因为心理学里面就是 你说理论就一大堆啊 大家都讲他的 然后你 而且还有理论在互相吵架 对啊 那你就会很冲突 但是 因为人本来就是一个 我们真的很难真的去理解一个人 所以他就是有很多不确定性 那你能不能够拥抱这种不确定性 而且 从中可能还 觉得自己在往某个地方前进 嗯 对 就是这跟我去年 这一年的keyword也很像 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dynamic 嗯 就是我自己很喜欢的理论 他也一直在讲那个dynamic 嗯 就是你真的就是很难 即使你很想要控制 这也跟我自己的生活也一样啊 就是你很想要控制 很想要什么事情都做好 但你就是 一定会有 东西是你没有办法得到 跟你会有 意想不到的事情 嗯 对啊 就像讲起来 好像就在讲什么心灵鸡汤 但是就是 他就是事实 没错 对没错 他就是事实 嗯 我们不鸡汤的 对我不鸡汤 我这个人是不走心灵鸡汤的 嗯 对 那我不知道 里面有什么事情是 刚刚过程中没机会讲到 然后想要补充的 没机会讲到 嗯 就是 我觉得最后排是会觉得说 就我每次可能有什么采访或者是 有机会说的话 我都会 再再多讲 我真的觉得说我 所有的过去都很 很幸运 当然说我不可 就是否认我自己也是一个非常努力的人 所以 嗯 但是我也不觉得说 我说现到现在的可能客观 大家觉得很好的成就是 靠我个人的努力 就是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我 一路上不管是高中大学啊 或国中 其实我都遇到很多长辈老师 就是 很帮助我 嗯 嗯 然后 这个是 一点 然后第二点就是 虽然我现在在谈笑风生 但是就是 对 就是 真的就是 很累啦 对 所以大家还是要那个 好好照顾自己 该享受的时候还要享受 是 真的要休息 而且对啦 没有我只是 今天早上才想到就是 因为 我觉得在台湾的环境 真的会很受影响 大家会觉得说 你大学毕业可能就 你要么就赶快赌书 要么就赶快去 工作 对工作 就反正你 你每一个时间 走好像都是有一个既定的模式 要去跟着大家走 但我真的觉得就是 虽然说我现在 我现在讲 可能大家听到也不会觉得 马上改变可能自己的想法 然后我也不想要改变别人的想法 因为有些人可能 也很喜欢就是符合 就是 比较大多数人走的 这样会比较安全嘛 我觉得这样也很好 但就是 我觉得 如果就是 比如说我现在25岁 其实我真的觉得 我自己才超级年轻的 然后我就算有一整年是空的 那不过就是 我想说 假设啦 85岁死掉的话 如果你一整年空的话 那你就是85分之一那一年 就是你其实 你知道我 把时间都拉成10年20年 看就会变得说 好像 有些事情就会变得很微不足道 嗯 就没有必要很急着 别人都干嘛 然后你就要 也要干嘛 这样子 对 嗯 是Mandy's man 哈哈哈哈 那那呃 就是如果你是KKBOX的用户呢 接下来你会听到 Mandy要点给你的一首歌 那要请Mandy跟我们说一下 你要点什么歌 好 我要点的就是 英国的经典摇滚团题 来老实猜 我去年去听的演唱会 哦天哪 我不知道啦 不要这样考我 就是我想要点一首 Blur的那个 Girls and Boys OK 为什么 因为为什么 反正第二个原因就是因为 因为我自己超喜欢听音乐 就是 嗯 我在英国的时候 我就每个月几乎都听了 而且他们那种 独立音乐的票就很便宜啊 然后反正Birdle是他 呃 魁为七年回到那个Wimbledon 然后后来他们唱完那一场 又修团了 哈哈哈哈 然后就很幸运 而且因为 他们就是一个经典的团体啊 就是他们就是一群大叔在唱歌的 然后我 可能很小的时候就听 然后 我也很喜欢音乐 对 然后而且我就是写文文的时候 都在听他们歌这样子 嗯 嗯 好 谢谢Mandy 然后大家也可以去查他的意思啊 我就 嗯 嗯 我觉得还蛮有趣的 对那首歌 嗯 好 谢谢Mandy 今天跟我们聊那么多 谢谢 拜拜 我是黄耀明 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 拜拜 拜拜